你不认识 在他眼里 只有两种人 一种有用 一种没有 而我 恰恰是那种还有价值的人 不是这样的 对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看你还有点用我才救你的 将军 你让我帮秦军写信 让我认为他们还是人 我才会拼死拼活地救人 可我现在才知道 秦军怎么会是人呢 你们是一群虎羊 根本毫无人性 尤其是你 天下前最该死的人 就是你 你 你不就是为了那个什么赵毅吗 知道我为什么看不起女人吗 因为你们就是如此的感情 用事不计后果 为了所谓的爱情 可以只身犯险 要死要活 让人恶心 虽是战场是政府 跟敌人谈感情 真的是鱼不可及 将军 您医师救了那么多人 您不能 爱情是什么 不过是闲着无聊 打发时间的玩意儿 我给你一天时间 让你疯 让你闹 一天之后 你必须准时出现在这里 履行你医师的职责 再跟我谈什么虚无缥缈的 狗屁爱情 我拿你积极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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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替我换药 这 这怎么换啊 我来 音一声 你从本身上 清醒了 纷纷扰扰不提 我是医师 你是我的病人 好了 伤口每天换药 不可沾水 更不可拉宫提见 您一时真了不起 将军 世上像他这种面冷心善的好人 真的不多了呀 你是不是应该对人家好一点 我对他还不够好 若是换作你这般矫情 早就死了八百年 您没事吧 您小心烧 将军 赵国撤军了 真的 传我命令 全军整罚三日之内 大破联军 诺 报 前方战士大监 报 前方战士大监 前方战士大监 主人 大事不好了 何事如此慌张 竹木 他跑了 趁着做饭的功夫 和巧儿换了衣裳 悄悄出了府 立刻调集人手 将人平安带回 这可上哪儿找去啊 白仲今日回城 他定是寻他去了 快去 诺 快来看哪 白将军胜利亏来了 快来看哪 白将军胜利亏来了 白将军胜利亏来了 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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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 找到了吗 暂无消息 大家就回城了 快开 大家都快成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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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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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将春 易将春 易将春来救人 灵儿 灵川 留住他 别跑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心 有我在 来 赶紧走 走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我冤枉了 我只是喝醉酒了 我真的没有故意伤人哪 没有 给我打 别打了 这么说 是意外 将军 这是意外 抓伤了人 我愿意赔偿 醉酒做马闹事伤人 该这么罚就这么罚 我求求你 不要再打我了 我受不了了 愿罚 说 我的手 好痛 我的手 不要 我说 我说 我全都交代 你醒了 你醒了 头还痛不痛 别动 让我看看好不好 灵儿 怎么了你 怎么了 别放他 灵儿 告诉大哥 谁把你害成这样了 灵儿你说话呀 灵儿 你别心急 他头部受伤 一时精神恍惚 认不得人 等再过阵子 等他神智清醒了你再来问话 灵儿 你看清楚 我是你大哥 你当真不认识我 我是你大哥呀 灵儿 白仲 你一时说了 灵儿病了 别再强迫他 你放手 白仲 你这是干什么 吕不韦 那人已经招供 使你暗中逐室 想谋杀灵儿 我为什么要杀灵儿 因为你怕灵儿 告诉我父亲 死亡的真相 怕我追究杀父之仇 仍说白将军 英明果断 我看也不过如此 我若想要杀他 还用等你回到咸阳吗 在你眼里 吕不韦就逞到这种地步 那你认不认识 你缠杀我父 白仲 杀你父亲的是谁 白仲 不知道 你也懵懂无知吗 不敢怪老秦王 现在来怪我 好 如果你真认为 是我杀了武安君 那你现在就杀了我 替你父亲报仇吧 你以为我不敢 怕你没这本事 灵儿 灵儿 打够了吗 你们吓着他了 给我马上滚 殷医师 一切拜托你了 好了 灵儿 灵儿 你放心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替你 讨回公道的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掐得好 我死里掐 掐得两败俱伤 才衬了我的心呢 白灵儿跑了出来 就让她 去向白仲告密好了 何必多此一举呢 太后 医师死了 那证人便没了 白仲可不是单纯的白灵儿 就算她真的信了 也会为了利益衙人 人人都有软肋 这白灵儿 就是白仲最大的弱点 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亲生妹妹受苦 可比杀了她还难受 这么说来 我们现在可以去请白仲了 不 再等等 等 你轻点 等她自己送上门来呀 来 来 灵儿 你若不肯服药 你最爱的奸妓 今天我全都吃光了啊 别晃 千万不能晃 你的伤还没好呢 不肯服药 这样吧 你先服药 我去命人拿蜜剑 好不好 灵儿拜托你照顾了 白仲 不要冲动 你回来 太后 公子傅 白将军求见 来得这么快 那我先回避 不必了 白将军如入无人之境 是丝毫没有把我这个太后 放在眼中啊 二位费尽心思地请我来 又何必扭捏作态 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 打算如何合作 白将军意欲何为啊 杀吕不韦 朱沙当朝秦相 说得倒是容易 白将军 你可别忘了 秦王 是那吕不韦最大的同盟 天下无不散之言行 利益相合便知同盟 利益相悖 举刀搏杀 秦王为了王权 为了秦国 连亲兄弟都不顾兮 何况是区区的吕不韦呀 吕不韦要杀 但不是现在 更不是 为了将军的私仇 那待何时 将军 咱们 徐徐图旨 仍是 与之旅 请订阅 推草 's 为了 身手 闪 你 要 young 王后 这是何意 自然是不想让陈光 惊扰王上好眠啊 我看你是不想让寡人 惊扰你儿子的好眠 王上 这儿才多大呀 每日未及机敏 便要逼他起来读书 下午还要练武 晚上还要陪你处理政务 这个月他已经病了两回 每次服鸡药 才刚进好转 便又得继续 你这是培养儿子 还是要他的命啊 寡人自小便是如此读书 正儿也不该例外 照你那样宽容和气 迟早养出一条家犬 大秦的王上 怎能如此骄纵放任 奇怪 机敏早过了 怎么连鸡都不叫了 又是你干了好事 寡人回来 再寻你算账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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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这次是下定了决心 您为太子冲撞了数回 可是每一回过后 王上对太子就更加严厉三分 奴劝您 还是不要开口的好 太子能如此狠心 那名叫老矮的少年 该如何处置 让他留在宫里吧 派人教他武艺诗书 不要荒废了 诺 父王 我中了 继续吧 父王 父王 您怎么了 还不是被你母亲气的 他为了帮你 简直就是花样百出 前日窗蒙黑纱 昨日装病 逼你势急 今日寡人便寻不着衣裳 却被他藏到房梁之上 种种幼稚行径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最近父王 总是心事重重 母亲啊 是在逗您开心呢 继续吧 嗯 嗯 赶走老四号房上 你自知到下场 前日啊 哦 好了 Lan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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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urs 慢点 凌儿 别跑啊 我抓住你了 不赶我 下棋去吧 好 来 下棋啊 这次我肯定赢你 这次你能不能赢我呀 这次你能不能赢我呀 该你了 你了 现在这儿 下这儿 走吧 我下这儿去 你换一下 凌儿 你慢点 凌儿 小心点 你来追我呀 追不到我吧 凌儿 你慢点跑 若非你的帮忙 凌儿不会这么快就抗扶了 小春 谢谢你 印象里 你从未如此和颜悦色地说话 你放心 早晚有一天 她会真正记起来的 若是那些过去 只能让她那么痛苦 我宁可她一生也不要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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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下韩国陈高 再是赵国于子 最后 是魏国高都 是 我宁可爱的 我过头 你 我 织 text我 小儿 改天母亲也陪你玩好不好 太子射得好 射得真好 好 太子好剑法 你留下韩瓊华的弟弟 将来要做什么 全凭他自己的意愿 不如随我入伍 三年后 三年后便可生百夫掌了 我有点担心这个孩子 他性格孤傲 本人倔强 轻易不肯与别人亲近 若是把他放出去 不知惹出多少事端 他到底是韩瓊华的兄弟 还是你的兄弟啊 当年历后要杀我 瓊华为我留下了一线生机 我当然要驮逃暴力 倒是你 倒是你 这几年来不是留在白府 便是随白仲出征 如今咸阳城传言说你们好事将近 可你在我面前 却从未提过这个男人 我不提 自然是没有提的必要 让我给你 走 太子威武 太子威武 太子 您的剑术已是举树无双了 如此雕虫小极便被吹捧至此 莫非太子殿下身边 都是一群酒囊饭袋不成 剁了他的手 太子 这位是左将军白重 太子殿下 可敢与我一战啊 我们不如换一个有趣的玩法 互射对方三剑 分出胜负 万万不可 若是伤了太子可怎么办 射中发官几位祸尚 敢和我一战吗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有没有受伤了 末将鲁莽 请太子恕罪 白将军 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的 如此危险的竞技 若是伤了太子 你相伤人头还要不要了 赛场之上一时失守 末将甘愿受罚 区区见识 你不认为你 这让你如此委屈 要你何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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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将军 您刚才只射了一箭 为何不趁机教训下 这个桀骜的小子 我长他一辈有意 拿一个小孩子看他 小人心情 那您刚才 试试的 此子年纪虽小 胆识过人 甲乙识 孔城蒙火 什么人 我 发生何事 不不不 我好饶命 奴只是来禀报 太子受伤了 正儿受伤 小川 去取药箱 随我去取太公 王后驾到 不是去教场练剑吗 怎么会受伤 王后 是白仲将军邀请太子殿下鄙试 殿下才会受伤的 伤在何处 伤势如何啊 这 没有外伤 脉象也很平稳 许是过度劳累 才会突然晕厥 要我说 王上太过于苛刻 逼着太子学见理政 他今年还小呢 母亲 我想吃乙糖 母亲亲自给你做乙糖 还有蜂蜜糕 好 还有蜂蜜糕 加红枣 和李子果 还有浙江汁打的糕 又胡闹 母亲 孩儿真是从马上摔下来了 不信 你问他 是是是 太子从马上重重摔下 伤得不轻呢 刚刚你春仪才说了 你身上没有外伤 母亲 郑儿想你了 你哪里是想我了 你就是爱堂如痴 父王说过 哪有爱堂如痴的王呀 那样会没有威蝎 我 母亲 你答应过孩儿 要亲自为我做乙糖 还有蜂蜜糕 我等着 良人 医师怎么还不来 奴婢敢去医师馆 因境内发生食疫 大半医师都被遣去帮忙 两位职守的医师 又都不在馆内 什么 太子追马受伤 医师们都去了曲台宫 那你没有告诉他 娇儿病了吗 奴婢说了 只是 他们 他们说什么 大魏太子问诊后 再赶来替成脚公子诊治 娘 娘 我难受 娇儿 母亲在 母亲在 王上 王后不止一次问过 奴都想法子遮掩过去了 只是王后何等心细 再这样下去 怎生瞒得住啊 大秦医术最高者 莫过于阴神医 王上不妨请她来诊治 她若能治 早便治了 下次王后若再问妻 便说 寡人只是疲劳过度 医师们都诊治过了 皆说不碍事 请不礙 王上 是你啊 碧妾听闻王后最善这首曲子 碧妾执法不济 不知是否相差很多 夜深了 回去吧 王上 王上 碧妾精心练这首曲子练了很久 您能否听完再走 寡人累了 碧妾知道 王上整日为了公务操劳 碧妾不敢轻易打扰 可是碧妾 也有数月没见过王上 上一次见您 还是去雍门宫请安 在殿外远远见了一面 碧妾知道了 回去吧 王上 王后 不喜碧妾母子 我也不敢轻易惊扰 我是为了见您 所以才特意等在雍门殿外 您就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思洛对天发誓 我真的不是华阳太后的见证 我从来没有对他传递过 任何对王上不利的消息 所以请王上 不要厌恶我 不要防着我 你是说 你跟米氏毫无瓜葛 思洛根本就不是米氏的女孩 思洛只是 咸阳城北街外 是桥下卖畅的孤女 九岁那年 我父母双亡 从此流落街头 我长长一整夜不敢合眼 生怕自己会被活活冻死 后来杨全军 偶然发现了我 看中了我的歌声 便把我带回她的府上 请人教我诗文礼仪 后来 又将我献给了您 王上 思洛知道 自己出身卑微 和王后不能相提并论 可是思洛只求您 能对我有一点点的怜悯 思洛求求您 只要您能抽出一点的时间 去看看我和城脚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时 哪怕您让我背弃华阳太后 我甚至可以为您付出我的生命 是 杨全军要下注 又怎会只选一个人 当初杨全军府上 到底有多少美人 这 三五十人尚不在华夏 一宫 四十五名女子 能从四十五人当中脱颖而出 又怎会是善于之辈 四罗 你的柔弱跟头脑 都远远胜过他人 这也是为什么 杨全军选中你的缘故 而你呢 你姨 又为何要入宫呢 王上 王上 四罗承认 我当初入宫 是为了改变命运 可是现在 我都是为了王上您啊 为了王上您 我甘愿忍受孤独和寂寞 纵使所有人都离您而去 我也不会离开您啊 听到这样的话 我本该非常感动 不知为什么 却一直想笑呢 王上 四罗说的都是真话 我可以用性命发誓 王上 刚开始入宫的时候 的确是为了富贵和地位 如今拥有了这些 又想得到寡人的宠爱 将来还想要什么 王后之位 是为了 四罗 人的欲望 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学不会克制 连你现在拥有的 都会失去 王后不喜欢你 你就别去惹他心烦 离他远远的 千万别去招惹他 王上 王后真的那样好吗 不 相信寡人 寡人是为了你好 送良人回宫 诺 良人 良人 回去吧 滚 我要你滚 哭什么哭 没用的东西 退下 我 为了练习这首曲子 弹得双手鲜血淋漓 可是我得到了什么 除了轻蚀和羞辱 我什么都没得到 我哭 是因为我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 不公平 你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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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了吗 手指流血算什么 你看看我脸上的印记 上天对你 已经足够人赐了 你怎么不看看 他是我和待我的 你瘦了 等待我挨兵之计 说明你还不算太蠢 只是 你连我都骗不过 如何骗得过秦王 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口口声声 说得真心 能不惹人笑话吗 我知道 你们都瞧不起我 你们都瞧不起我 我的身份卑微 我哀慕虚荣 王上厌恶 我忍 华阳太后当我是妻子 我也能忍 可是我唯一忍不了的就是 成巧竟然和我是同样的下场 你知道吗 城墙发烧 烧得浑身发烫 可是咸阳空里 没有人过问他 所有人都在对太子血汗温暖的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我的儿子就不是人吗 他也是大清堂堂正正的血脉 为什么要过着第三下死 卑躬屈膝的日子 是啊 就算我是脚下的蝼蚁 我也有侦查求存的权利吧 我当初为了中雪 我比常人多付出多少倍的努力呀 后来进了宫 我也拼了命的努力 向讨王上的魂心 我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可以活下去 我就是为了可以活下去 至少让我和城脚可以活得像个人 可是秦王 王后 还有你 你们根本就不懂我付出了什么 才能站在这儿说话 告诉你 这可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瞧不起我 特别是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人 你若当真心疼成脚 就该为他争一个前程 你 你刚才也看到了 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他那样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从一开始 他就把我当成华阳太后的见者 对我充满了警惕和蔑视 全天下的男人都一样 他喜欢你 便爱你 真你 他若不喜欢你 连看你一眼都多余 连同你的儿子也一样 从未被他看中过 所以啊 求人 不如求己 你什么意思 何必去求别人呢 只要我们京城合作 我向你保证 城墙 一定能当上秦王 我 兵入于敌之境 不虐五谷 不掘坟墓 不伐树木 不烧击具 不分士屋 不取六畜 屡相所言的议兵之策 根本就是一厢情愿 那是战争 必须要有流血与牺牲 若是遇上明顽不临反抗到底的士兵呢 又有忧恨 冒击 随过 不听者 自然可以动武 想我大秦东出为何要大开杀戒 并非我秦人天生好杀 而是为了彻底摧毁六国的战力 瓦解他们的斗志 吕相推行义兵之说 无疑替六国保存实力 待他们重整旗鼓 便可卷土重来 武安军图进赵兵四十五万 邯郸一战 赵人投降了吗 不 他们宁愿血战到底 誓此不详 至今那邯郸城内谈到武安军 个个是咬牙切齿 恨意逃天 毫无休止的杀戮 从前或许可以消灭六国战力 而如今只能是激起六国仇恨 再这样下去 六国就算占尽最后一兵一卒 也不会向我大秦低头 纵大秦功得城池 亦是空城 纵攻占土地 亦不得民心 吕相 自商军变法以来 我大秦将士皆是取敌首级来获得今生 如今你说不杀便不杀 怎么挡得住我大秦将士迫弃的进取之心呢 纳诉千诞亦可败绝一击 白将军的错误在于 你始终将六国视同敌时候 将天下人视同敌人 你有没有想过 今日杀一万图一城 将来要花数倍的心力去化解仇恨 安抚民心 说句不中听的话 六国视我大秦为虎郎之国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吕相所说的义兵之策 根本就是一派无言 王上 这碗是王后备下的雪梨川备汤 王后交代 请您用碗 寡人心意已定 就以吕相所言 推行义兵之策 禁止屠城